《寒山寺》 而这些诗句里面其实应该说它通达向我们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精神性的那一部分 就希望使这样一个展览 这样的论坛能够开启一种讨论 就是今天的当代艺术应该朝着一种精神性去努力 我们整个这次的寒山项目其实分为两个板块 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的寒山主题的两周年的展览 那第二部分其实我们会伴随着一个寒山研究的文化论坛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艺术与传统最直接的专业的寒山研究的专家 我们在一起进行碰撞 通过不同的维度的火花 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于今天的寒山精神做一个当代的展示 那这次展览呢我们一共邀请了九位当代艺术家 通过他们自己各自的当代艺术的表达的方式 来对于寒山的影音文化与禅宗精神进行转移与表达 来参加咱们这个寒山展我觉得特别契合主题 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我有一种精神寻根的感觉 就回到了精神上的家园的那种感觉 还是从山水画这个角度切入来寻求一种隐喻于笔墨 隐喻于内心的方式 不一定在那个传统的 能用毛笔写的这个书法和绘画里面 恰恰可能是在更新的一些媒介方式里面 因为寒山吧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就是超越这种知识 超越文化 人就是回到一种特别自然的状态 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身心敏感的人 那我一下子就是我原来脑子里 就是像寒山石头说那个洗耳 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常见啪啪啪就倒掉了 最后到了美国二十年 我在跟山林交往 我就越过了文化 因为寒山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偶像 所以会去天台 其实很早 我在八十年代第一次到天台以后 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寒山 就像庄子的逍遥游一样 寒山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就像他诗歌里所云用的 是一朵云 那高一的云 这一次又是从全世界范围来梳理 中国的文化和日本 一直到欧美这个脉络 You Can Do What Can Do Fundamental的想些 The Frst thing I notice in his poetry The first thing I notice in his poetry is his smile You can see it in his poems He's having fun So he's not trying to be a great poet but he's having fun But he's also doing something else He's trying to wake you up Ki Xing ChiNg Chinese He's trying to wake me up about what's real in life But he's having fun doing it So a person like that is... In Buddhism we say, 山之士 A a very good friend Somebody who really knows you So Han Shan has become my 山之士 Like a teacher but not really a teacher 你比較像一位朋友 他會想起我生命 和重要的事情 讓事情走 讓事情變化 讓事情走進去 不要太擔心 我們常常會擔心 韓山美術館 作為蘇州地區的一所 新型當代美術館 名媛既來自於 這位隱藝高生韓山子 以及明代趙宜光 在蘇州修建的韓山畢業 2019年恰逢美術館開館兩週年 因此我們美術館 聯合中國美術學院 第一次從藝術視角出發 以展覽與論壇的形式 呈現韓山及其文化 在當代的持續影響 對大眾而言 這是一次對韓山文化的重新喚醒 而對韓山美術館來說 這次活動將會是 我們連接傳統當代 逐步深入展現 藝術與文化多重聯繫的 一次經典例證 中文化設計中